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纠结了很久 非常久 我知道大家特别喜欢 我长头发 但是呢 每一次我都是这样 留了这个长头发就只要自己 想剪短头发 剪了短头发 我就非常舒服 还有最近烦恼特别多 我要剪掉我的烦恼丝 所以呢 我知道这个举动呢 你们会 啊 为什么会这样 你不要啊 兔毛 没有了 但是呢 我觉得 我怎么样 你们也会喜欢的 是不是 所以呢 今天 我也是第一次 尝试 自己来剃我自己的头 现在挺高 你试一下吧 你试一下吧 你们看的时候不要收懂 我来说 你来点试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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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一次拍Vlog,所以没有焦点啊,或者是拿的不稳定啊,就不要怪我 诶,focus,where is my focus,诶,我看到自己了,但是没有focus,alright 现在我们是在东京,然后我们这里全部人都是热爱一个运动,就是滑雪,我是硬生生的抓所有人陪我一起来滑雪,然后我们租了三台车 五个小时的车,去一个白马的地方,所以中途我们会找一个地方先吃东西,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那我相信我们肯定找到,因为我好想吃拉面 这个是已经到了,我们的算是别墅,现在已经是晚上的8点到9点,但是我们还没吃东西,吃东西最重要,然后我找到这个别墅里面有一台货温是吗,然后我们准备开车,let's go 别动,打架 打架 我们的成果 我也洗完脚,洗完脚下来 这个反应特别好,特别暖和,因为有这个 外面其实好冷,这种水系 现在什么都拍不了 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便利店里面买的东西,就做了我们今天晚上,现在已经是11点多了,好饿 哇 7-11 restaurant 如果你要我从便利店里面拿东西便,可能是一团,一团招 但是他,就把便利店的东西变得高级,高级 高级,高级 现在是大概8点多,9点多,发现我真的老了 就是我11点就睡了,我昨天明明说好18点 然后我3点,3点多点前还听到他们在楼下查查我在这里 现在我检查,大家检查一下,他们睡觉的样子 视频出来,他们就后悔了 您请 什么呢,姐姐 我第一次长这么大 你跟我哥哥一起去同一个房间 我睡下面,你跟我睡下面 你看我哥哥 我都睡在这里 我特别喜欢这个感觉 我特别喜欢这个感觉 因为每天早上,爬来台式的当中运动 不理他们了 那我们先let's go see you later see you lat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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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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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到了第一步 前也不是 后也不是 后退 就是 自己过不了自己的那段 但是路是人 走出来的 路是人走出来 前面转左还是转右,我都看不到 刚刚在下面看到一个告示牌说 太大雾了,you can see everything 意思是说什么都看不见 但我觉得最后一天也得晚了 但是我是因为前天才开始真正的能划一点东西出来了 就是可以有S型这样子 所以我不想浪费一个机会 也想拍一些东西给大家看 但是看完之后一些高手千万不要笑我 因为这只是我的开始 我答应大家我肯定玩得棒棒的 而这一次的冬奥会在我们国家举行 我觉得是也是非常荣幸 然后真的想赶快体验一下 到冬奥会那一年我就可以参加比赛了 就代表中国参加 来吧,我觉得33岁到京东圆也不太迟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我当时不拍戏,不唱歌,只专心滑雪 然后为大家争光 有时候我觉得人比较很难得 哪怕是一分钟也不能自己静静下来 我觉得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上来整个过程你可以有这么美好的环境 然后你可以自己静下来 聆听自己的呼吸啊,心跳啊 或者是想一下别的东西 我觉得听好这个感觉 因为比较安静 我还是不飞跨来,大家感受一下 但是其实如果这么大 我建议大家有时候滑雪就别滑了 因为能限度确实太低了 你看 我全都看不清 我全都看不清 我记得是我们要滑的那一滑 我现在听这个声音好像真怕 我要说 我在哪里 我们等了一天都没有学 因为我们在下雨 从早上下到下午 所以我们就不能去滑雪 但是居然居然居然 下水了 所以下浚意味着什么 滑雪 暖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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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